这个时候的累积雨量 最多的时候在彰化线累积到195毫米 其次南投也有143毫米 整个封面到6月1号都还是对台湾带来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气象局预估6月1号开始降雨趋缓 封面远离后5到6号可能又有另一波封面报道 而这波封面降雨对中南部水情是否大有助益 以平南地区而言 气象局表示降雨集中在平地 虽无法为水库解渴 仍能带来相对有效雨量 至于目前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有机会转为青台彩云 对台湾是否有直接影响 气象局表示热带低压 距离台湾还有一千公里之远 仍需密切观察 原事新闻 鞠谷徐江荣台北市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